那所以今天呢 这一集的直播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看看 是不是你常常认为的蔬菜呢 其实是淀粉呢 如果呢 你有一天来到了制住餐 那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的菜色 那我先帮大家已经搭配好了 譬如说我已经帮大家搭配了一碗的五穀饭 那另外呢 搭配了一盘的青菜 那还有一份的水果 那当然还要喝点热汤嘛 所以我已经把这三样菜呢 都帮大家选择上去了 那大家剩下的这一道菜呢 大家会选什么呢 当制住餐你剩下一道菜可以选择的时候呢 如果有红烧栗子鸡 咖喱马铃薯 或者是肉末炒粉丝 还有青草豆鼠 还有炒四色蔬菜 跟糖醋炒半莲藕 那这六道菜你会选择哪一样呢 如果你选择的是红烧栗子鸡 或者是肉末炒粉丝的话呢 你的采雷指数啊是40% 那为什么就说呢 这可能跟你青菜的摄取量不足有关系哦 其实外面制住餐的青菜啊 大部分有时候到大概是半碗的青菜量 或者甚至是更少 所以呢我们都会希望大家在选择菜的时候呢 女性成年女性我们都会希望至少每一餐都会有一碗的青菜量 那成年的男性呢 希望大概都要有一碗半的青菜量 这样子呢才会有每天有足够的一个青菜的摄取量哦 如果你选择的是炒四色蔬菜 或者是咖喱马铃薯的话呢 哇那你的采雷指数高达50%了哦 这个其实在团栽里面也很常来当一个配色的这个菜 其实是蛮多人会选择的 但是当你选择这个样菜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到有蛋白质不足 甚至你吃进去的淀粉的量可能会过多哦 那另外这个咖喱马铃薯 刚刚提到啦 马铃薯就是淀粉嘛 那有时候那个里面又会放很多的马铃薯的料 所以其实你拿饭来去配这个咖喱马铃薯 你等于饭上又再加上淀粉的马铃薯的量 所以热量啊 其实有时候不知不觉 就会再增加了 那这边呢 就跟大家绘整一下下 大家如果是选择这个红烧栗子鸡 或者是肉末炒粉吃呢 当然刚刚有提到有青菜不足的现象 那当然还要提醒一下 其实啊 这个秋冬很常出现的这个栗子也是淀粉哦 那肉末炒粉吃呢也是淀粉 所以其实呢 当你选择这六样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到你的淀粉量 有可能就会不知不觉的增加了 这边上面总共有16项食材 那大家要来一起猜猜看 哪一些是蔬菜 是蔬菜的总共有几项呢 那我们平常的这些芋头啊 南瓜啊地瓜啊等等的 你煮完之后 其实它吃起来会有点粉粉的 那像是红豆啊绿豆啊等等 你甚至煮比较久一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它有一点点灼灼的粉粉的东西出现 其实像这样子吃起来的口感 粉粉的这样子的食物呢 其实就是属于全骨杂粮类的食物 那蔬菜类像是卤笋啊卤笋啊 这些它纤维其实比较多的 有些甚至吃很久之后 会觉得有渣渣的这种感觉的 其实它就是属于蔬菜类 那刚刚施子有跟大家提醒 其实并不是说叫大家全部都不要吃 都吃蔬菜就好 不要吃全部杂粮类食物 而是说呢两者都是非常的重要 那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说 吃蔬菜很好而且又不容易发胖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从上面的这个图表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全骨杂粮类跟蔬菜类的热量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一份的全骨杂粮类呢 热量其实就有70大卡 那但是一份的蔬菜呢 热量只有25大卡 所以呢我才会说 当你不知不觉吃进去 很多全骨杂粮类的食物呢 的时候呢你有时候 热量就不知不觉的一直在爆料啦 因为你就一份一份70大卡 70大卡一直吃进去 所以呢我们会希望呢 大家能够去聪明的选择 我吃了多少的蔬果杂粮类 那我吃了多少的蔬菜 取得一个平衡才是对营养 对健康最好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咯 答案呢在这16项当中有两样是蔬菜 第一样呢就是牛磅 第二样呢就是玉米水 OK那所以呢你可以看看 牛磅虽然它是不是长在地上 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 它其实吃起来的纤维会非常的多 所以我刚刚说嘛 蔬菜吃起来是有纤维有渣渣的感觉的 这一类的食物呢其实就是属于蔬菜类 那虽然呢都是玉米水跟玉米 都是属于黄色的食物 但是呢玉米水它这个呢是属于蔬菜类哦 但是呢如果是玉米的话呢 它就是属于全虎杂粮类的食物了哦 所以我们这个最长最长会被拿来当这个配菜了 那甚至很多人在点心啊 或者是各餐当中可能都会吃到玉米的时候 大家就要记得不要吃过量了哦 怎么说呢我大概有蹭了一下 这一个大小的这个玉米 当你吃进去这个大小的玉米的时候呢 你等于吃进去了一碗饭这样的一个热量 你在平常吃的这些点心当中 也有很多淀粉是藏在这个 就我们在吃的食物当中的 当你吃进去了这六项东西的时候呢 其实你也吃进去了非常多的油脂跟糖哦 那其实像今天提供给大家的这个 玉米水糕 应该说这个这里是两片啦 那如果大家平常吃的时候 大概是吃一片这样的大小嘛 那我也帮大家算算了哦 当你吃进去这样一片一半这样子的一个玉米水糕的量 你也等于吃进去了一碗的白饭 一碗白饭的热量 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啊我们外面稍微吃一点零食 然后回家再吃点正餐 应该都还好吧 那可是呢这也是为什么常常外食到最后 其实会有热量过高的一个问题会产生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可以选择的话 我们尽量还是吃天然的食物比较好 尽量少选择这些可能会隐藏很多油肠陷阱的食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